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平来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整个重庆都在欺骗 胖毛先生 我对中国企业的表现 非常失望 我觉得所以我说 我们中国的商业极度不规范 没有任何的信仰 企业文化 因为首先 我们的这些富豪们 他们本身就没有信仰 好 这一集借胖猫之事 说一说 为什么整个重庆都在骗他 非常让令人看不起的行为 再一个 中国富豪纷纷投靠日本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好 两个事情一起来说一说 因为这里面是造企业 一直以来老兵都说过 中国发展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像任正非 华为 曹德旺 福耀玻璃 这样的这种企业 的企业家 和企业文化太少了 像宁德时代这样的 太少了 那这些我们不去讲 他们也许是搞尖端科技的 也许是搞这个供应链里面的王道 但是中国有很多商业企业 他们不是搞尖端的 他们是面向社会大众的 或者搞餐饮的 这里面有很多企业主都移民到了海外 你比如说像海底捞 为首的一批的 这种中国做餐饮的老板 投靠到新加坡去了 像刘强东夫妇 马云 夫妇 王石 和他的那个小娘子 以及王思聪 包括还有香港有很多明星 以梁朝伟为首的 还有陈冠希这些人 全部都居住到Japan去了 他们认为日本是非常文明的 日本的社会是非常安全的 日本的东西是非常好吃的 因为同样是做这个中国菜系 而日本 他们有降临精神 做出来的美食非常棒 日本的一切的一切都非常好 日本现在日元贬值 房地产却没有怎么去降 因为有中国很多的中产 昂萨国家他们不敢去 但日本难道不是个昂萨国家吗 纷纷的跑到日本去 那么 所以说 中国的富豪 只是把中国人当作他们赚钱的耗财 对同胞 只有剥削和掠夺 而没有任何的爱 而纷纷的投靠日本 去新加坡要当高华 对吧 最近被看到什么 王思聪一直一直在日本 马云一直在日本 他最最早开了这个头 那阿里本身就是 日本软银是大股东 而背后是犹太人 他们都居住在日本 因为欧美也许 来回国太太远了 或者在日本 跟就是说 饮食 时差各方面 还是 意思跟中国是差不多的 所以纷纷的都去了日本 你中国的这些顶尖的富豪 都投靠了日本 所以我说过 习近平为什么 要整他们 习近平为什么 要到南通的张甲纪念馆 向全体富豪表示 你们怎么发家 怎么挣钱 我不去追究 但是你们必须要爱国 所以这就是中国的企业家 跟西方企业家 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这里 所以说 有了这样一帮富豪 有了这样一帮企业家 就会有重庆这种事件 胖猫姐姐发声 别再点了 多家知名品牌 紧急道歉 近日 游戏圈21岁带恋胖猫 一时引发关注 多地网友通过外卖APP 为其下单点外卖表示纪念 然后有网友在现场直播时 发现部分外卖出现 空包的情况 5月3日 该事件的多个相关话题 大榜热搜 当天 茶百道 是中国一家做奶茶的一家品牌 知名品牌 在全国有非常多的门店 华莱市 山寨版肯德基 是温州能开的 这个山寨版肯德基 但是呢 它在中国的这些小地方 陈阳结合部发展得非常好 因为可以让 因为以前毕竟肯德基 还是蛮贵的嘛 那这个华莱市价格就比它便宜 东西都跟它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呢 华莱市在一些 三四五线城市 发展得非常牛逼 也是中国知名的一家 快餐店 纽约宝 这个纽约宝 它是做这个所谓的 就是说 DIY汉堡 就说我里面的这些汉堡的东西 我不是配死的 不像那个麦当劳 是这样就这样 肯德基这样就这样 它是可以 你自己可以DIY 你可以加牛肉堡 你可以加鸡腿堡 然后配这个这种 这种面包胚子 然后加什么料 这个是你可以自己做的 它是一家DIY的汉堡 也算是挺大的一家店 猪小小螺丝粉 这个我没听说过 但应该是做螺丝粉 我觉得应该也是 比较多的一家店 密雪冰城 密雪冰城也是出现空包 密雪冰城中国知名的奶茶店 也开到海外去了 这些店 全都是 比如说密雪冰城 已经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声明 发表歉意 并公布设施门店 币店 订单金额十倍 退还等处罚措施 而他的姐姐也说 别再点了 胖猫姐姐也说 别要再点了 那为什么 很多网友要给这个胖猫点这个外卖呢 因为胖猫呢 他为了去供养 他当一个供养者 一个典型的beta 他要去供养这个坛竹 这名女的 去供养他 中国有多少男的天天在供养女菩萨 在上海有非常多 我认识一些女的 他们还在我面前炫耀 说有四五个男朋友 这些男朋友的钱 就给他们开通这个账户 比如说支付宝里面有一种什么功能 就是说你的银行卡 给女人限额两万 他就可以花这两万 那五个男朋友 那不就十万块钱吗 真的 他们一个月开销 就这么多 你中国有多少人一个月能挣到十万 就税后能挣到十万 没多少吧 对吧 那就人民币就收入就是百万 中国财大概七十多万人 有这种收入 就是说连上一些小老板 连上一些企业里面一些高管 算起来 也就七十多万人 你总领口是多少 对吧 然后呢 然后你在供养这些妞 这些妞在跟来往 在跟来往这样的 对吧 海王在这里耍 真的 这就是他妈的 滔狼捕蝉黄雀在后 所以说我真的很心痛 我们的一些朋友 一些网友们 你今天是不是在这里搞供养 这是不平等的 这是不平等的良性关系 懂吗 这些女的拿了你的钱 很多时候他们都在烤鸭店里玩鸭子 或者是去追星 肖战王一博 你知道我这次在河南 我看到一个什么现象 洛阳市是王一博的老家 就现在中国网上有两个顶流 一个叫肖战 一个叫王一博 他们拍的那个叫陈情令 就单改剧 什么叫单改剧 就是让这些妇女克CP的 就差点 就他们这样一个顶流 差点没在电视剧里面 对吹鸡吧 对摸鸡吧 就这种剧 有很多女的喜欢 然后你知道 有很多的 你们拿钱供养的小仙女 他们到洛阳去 到王一博的小学 中学 他家以前居住的社区 到他吃过的早餐店 他吃过的午餐店 他吃过的晚餐店 他吃过的臭豆腐店 一一去打卡吃 仿佛吃到这个碗 就是偶像回家过年 在洛阳吃了这个碗 能够见尖接吻一样的 这就是你们拿钱供养的 中国式小仙女 他们要么在干这个事情 要么到韩国去追星 什么这个Lisa 什么这样的 看这些idol 吃大餐 然后你骗波齐在那干 骗波齐在那干活 然后他们 要么去玩牛郎 在上海也是 现在牛郎店里面的女孩 都00后 或者是90后 老妈子现在牛郎都不服务了 为什么 因为老妈子 你出得起钱 这些女孩也在出钱 老妈子可能还会抠一点 因为那钱是老妈子自个儿挣的 那小B的钱 是四五个男朋友供养的 那人家就玩牛郎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说胖猫 很多人都在骂那个女的 我说胖猫自己也该死 对吧 然后我们在讲到这个点 点单这个事情上面 那胖猫不是从重庆长江大桥 一跃而下吗 我昨天做胖猫那个节目 我都吃个黄标 你知道吧 大家知道吧 给我设置个年龄限制 18岁以下近日看 黄标 一毛钱广广收入都没有 但是我照样要说这个事 我说了半小时了 对吧 但是我无所谓 他给我黄标就黄标 我没收入就没收入 但是我照样要说 那是真理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在网上你只要讲真理 他妈的频道就要来打你 所以这就是什么 西方故意在中国制造男女对立 故意在引导女人的消费主义 故意把你男的变成这个B样 一文不值得B样 所以我讲出来这些真理 马上给我吃黄标 限制传播和限制广告收入 懂吧 所以你要知道 我只要说什么 只要有这种黄标 就代表他们在干什么 比如说我说凯乐奇计划 只要说这些这几个字 马上就黄标 没有任何的余地的 生疏都不行 所以明白吧 所以这是西方可以这样做的 让你中国男的变成软男去雄化 变成龟公 软男舔狗 去雄化 然后女的呢 被消费主义给绑架 脑子里装的都是屎 然后呢 这是他们要构建的这种种姓制度 男的是大利特 女的是废舍 这些品牌富豪 这些是什么 中国这些投靠日本的这些品牌 这些富豪是什么 他们是查底里 然后呢 西方的思想家 他们是犹太们 搞你中国社会 懂了吗 然后那胖猫 他从重庆长江大桥 一跃而下 死了 那跳江的那个地方 不就成为他的这个 这个就是祭祀城 仓所嘛 那很多网友说 哦 剩前你省事兼有 是十块钱的最垃圾的外卖 那我们给你点外卖吧 点外卖 那点到中国这些这些品牌 全都是给空包 那觉得哦 反正 他说反正是给一个死人吃的 那那就给空包吧 就是一个一个袋子里面 没有装东西 或者说 像插白道里面 没有装奶茶 装的是冰水 整个重庆都在骗他 所以这件事 胖胖这件事 是事情 你从重庆 网友也别怪 他妈的网上 他妈的黑 黑重庆 啊 确实 这个事做的 他妈太 忒不低调了 但是唯一 唯一的一家企业 他没有空包 却是美国的麦当劳 所以我就讲 那那你说 这个事情 怎么怎么说 唯一没有空包的 美国的麦当劳 美国的麦当劳 没有空包 中国的这些知名的企业 在里面给空包 你这个跟老美比 这种企业的文化 你中国公司真的差远了 懂吗 你中国公司真的差远了 你他妈在这个时候 是转人品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你在趁人之威 趁一个死人的威 而美国企业在这里 他做的非常到位 你让老百姓 怎么却想 怎么对中国的企业有信心 怎么对中国的富豪有信心 所以这他妈的 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而且所以我说 重庆什么 重庆四川 现在都是什么 中央转移支付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叫什么 川渝 川渝什么双经济城 双城经济 但是那地方的人 物质条件是好了 但精神上呢 他妈的一坨屎 好叫要他妈加油了 跟金经济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人 真正经济发达地区的人 你们的素质 你们的精神世界 你们的内核 好叫要他妈往上增加了 不要现在像爆发护士的那种有钱 我就是说出去旅游 我碰到会种穿越地区的人 现在也多了 但是那种腔调非常的内核不稳 有点爆发护的那种感觉 特别重 还有还需要沉淀 所以你看看重庆这一次做的这个事情 你能闹人不低于黑吗 但是我并没有去说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但是做出来的事情 吃相难看不难看 这些品牌难看不难 不难看 有的人说这些品牌是外地的 不是重庆的 但是人家那个店员是你重庆的 这些事情是这些店员和这些加盟商 本地的加盟商干的事 懂吗 所以说非常的令人不齿 整个重庆都在骗胖猫 而中国的企业 那么有这样的企业也很正常 中国企业家都在投靠新加坡和日本 那当然对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 或者说有任何的同情之心 没有的 没有同理性的 这就是中国商业 中国的这个商业的悲哀悲剧 所以说中国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只有物质 没有精神 终极阶段 物质跟精神的并存 好吧 所以我们的精神领域 精神世界还是要努力的去锻造的 远远还不够 不要骄傲自满 骄傲自大 一杯水倒满了再倒脚 重新再倒一杯 好吧 关于这个我们确实是要反思 我不是网上的反思党 但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反思 我们企业家怎么这么老爱往日本跑 妈的那边放核废水 那边社会那么糟糕 要等着跟日本一起去腾飞 你不能居住在国内吗 你为什么要长期住在日本 因为在他们心目当中 日本就是个文明国度 他们认为日本是很文明的 还有香港那些明星 香港都不要住 也要住日本 日本是文明的象征 所以有这样的精神面貌 你觉得中国这种地方能搞好吗 谢谢各位支持